我們的Banner叫做 集樂團隊 誰最有音樂天分呢? 他還用說嗎? 看就知道了 他現在還是 好啊,接收一位 他什麼樂器都會玩 什麼樂器都會玩 對 我們會玩啊 因為樂器 只有一種樂器他很難玩 就是鼻子 我的嘴巴太小 嘴巴太小,舌頭太長 所以那個鼻子太長 那一吹就塞到了鼻子 那誰是最差的音樂家呢 當然是他 他從十歲 就跟我們到現在 不要講他的歲數 是我們的忠實隱迷來的 我們去到哪裡,飄洋過海 他都跟著來了 飄洋過海,我來到這裡 飄洋過海,我吃了幾乎 我相信千五絕人之乎 對對對,這首歌呢 就是他們編出來的 我都不知道是我編出來 不是啦,我有份啊 歌星是你們寫的 再來訪問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忠實歌迷 他從十歲就跟到我們 到現在 第一個問題,我們這四個 就是所謂的老牌歌星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唱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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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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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得不錯 不過他唱得很好 很好拿 他唱得很有味道 你唱得很有特色 加起來都很好 我是玩BASS 我是玩KITTO 我是Lit吉他 他是Keyboard 那你們覺得哪一個樂器 最能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當然是Keyboard 可以 Keyboard 你要搬你的Keyboard去殺他 很麻煩啊 最重要的不是那個樂器 是那個人的樣子 這首什麼棒給你都沒有用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離方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離方